最近杨阳和赵露丝被扒出同款衣服和戒指 此外还有一四两人的情侣游戏 现实团队还没有回应 粉丝都只否认态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赵露丝之前的种种小动作导 这杨阳团队非常不喜欢赵露丝 除了必要的文宣和营业之外 会想办法避开他 说说且是天下吧 由于剧还没播完 导演和制片就已经深陷桃色绯闻 所以看到对方就想吐得洋洋 和赵露丝也只能假装关系还好 为该剧炒作引流 但剧播到中期 这两人就互相躺平了 再也没有要安利该剧的意思 继洋洋之后 赵露丝再且是天下里的演技也遭到了吐槽 这部剧的质量早在播之前就说过 业内人士都是不看好的 不管是主演演技还是特效制作 再加上后来又弄出这么多梦额字 他俩根本都不想文宣了 能播完就行 至于说这俩为什么突然就泄了气 原因也是明摆住的 一来他俩的关系确实是不好 强行互相欣赏 对两人本身就是折磨 要是这剧开播就有红利 这两人可能也可以为了好处 继续惺惺惺作态 但该剧播出之后 给两人带来的都是质疑 因此两人实在是没办法 继续为该项目强行发电了 二来这个剧的口碑也是越来越离谱 最开始只是主创人员诗德 后面则又陷入了抄袭风波 如果说这些都还是嘴硬脸皮后就能躲过去 那现在有图有真相的虐马 事件就真的是有点严重了 于证据的虐猫 新闻甚至波及到了外界对女主讲琴琴的态度 有这样的前车之剑在那摆着 杨阳和赵露丝也实在是不敢再为这句卖力吆喝了 最后只能说 希望且是天下这样的S家以后不要再有了吧